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日观察 欢迎各位的收看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进入到审理阶段的重庆打黑行动 从本月的12号开始 震惊全国的重庆涉黑涉恶系列案件 在重庆的各中级法院陆续开庭了 据了解 在这次的案件审理当中 有些案件的被告人的人数 少则十多人 多则六七十人 个案涉案的罪名多达十余项 个案庭审的时间 最长的达到了十五六天 也将会创下重庆法院审判历史的多项之最 重庆的黑恶势力 到底猖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如何才能彻底的清除呢 今天我们将就此来展开评论 我们的两位评论员是霍德铭和张红 我们也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 登陆央视网新浪网搜狐网 以及腾讯金融话题 发表您的观点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给予关注 首先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重庆打黑行动的 最新进展 今天上午 站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的 是谢财平涉黑团伙 被指控为团伙头目的谢财平 被指控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开设赌场罪 非法拘禁罪 容留他人吸毒罪 行贿罪 武宗罪 今天庭审的案犯谢财平 多年来在重庆开设赌场 有着重庆女赌王之称 同时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是这次打黑案件中握马的 原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的地席 检方介绍 2000年谢财平从单位离职后 就纠集人员合伙开设赌场 获利数千万元 2005年 谢财平曾因涉嫌拒重赌博 被判处拘役 但释放后变本加厉 利用以文强的亲戚关系 纠集社会闲散 试满释放人员20多人 拓展势力范围 赌场网点先后共开设了近30个 便及重庆多个区县 10月12日起 重庆五个中级法院陆续开庭审理 涉黑涉恶系列案件 重庆市一中院开庭审理的 梁天庆等9人 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 非法持有枪支干药罪 该团伙涉嫌犯罪时间跨越8年 涉黑组织纪律延宁 目前 重庆公安机关已查办 14个涉黑涉恶团伙 此次审理的涉黑涉恶系列案件中 个案被告人人数 少则10余人 多则670人 个案涉案罪名 多达10余项 个案庭审时间 最长将达156天 将创下重庆法院 审判历史多项之罪 审理也备受市民关注 9号 重庆一位市民 自费在报纸上 刊登整版广告 向奋战在打黑除恶一线的人们致敬 我们在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 看到今天被庭审的谢才平 很多人觉得他身上 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神秘感 因为在2000年之前 原来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